五百近期举行多场演唱会信 大批歌迷到场支持 然近日在安徽合肥的演出 却引起推票潮 据悉一名歌迷李女士 和政府购买了最贵的门票 价值人民币1280元 特意搭飞机再转搭计程车 才到达演出场地 不料入场后却发现 座位区视线不良 只能远远看到五百的背影 李女士受访时透露 当晚听到有观众高喊退票 但演出开始后就平息了 最后主办方发出声明宣布 以座位偏远视线不佳等理由 申请退票的观众已经获得退款 并强调这起事件跟五百和经纪公司无关 受到影响的歌迷自主创建了 退票维权的群组 有些人幸运地获得了人民币400元的退款 然而李女士打了200多通电话 给主办方提供的退票热线 都显示战线中 让她感到很无奈 只希望事情能早日解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